你好 我是瑜伽 欢迎收听由BFM财经制作的podcast财经考论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上有肖恩集团 这家全方位的生命企业 他们早在1987年就正式创立 而且是我们全马第一家的私营化的墓园 那创办人一开始坚持的集团核心价值 主要是建立在孝道还有感恩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好好地探讨一下 究竟如何在商业化还有工艺化之间取得更良好的一个平衡 那这家集团除了聚焦专注在关怀殡葬服务之外 其实他们还涉猎文化教育 地产开发 建筑业 饮食业 旅游业 还有金融投资等等方面的 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上 我们欢迎有肖恩集团的董事经理朱兆祥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在上一段看到你在杂志做的一个访谈就有提到说 你认为自己本身现在是在创业 那为什么你会以创业而自举 因为大家在看来就是你是二代传承的 目前这个阶段是从父亲那边接过这一个家族的生意 那为什么不是守业而是创业 你可以说一下你的个人的想法 我是觉得各行各业啦 你应该是以一个创业的精神来经营 这样你创业的时候你会不断的去想要怎么去把它做得更好 守业的概念就是说 反正以往这样做我们就守着 安安分分的根据以前这样的做法来去守着 不过现在的变化太快太快 也很大 所以呢 心态应该怎么就讲 创业 创业就是不断的去把它做得更好 把它跟现代的人怎么去连接上去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是 那在这段时间 你在校园集团开疆拓图的这一段历程当中 你其实认为最不简单的一个部分是什么 或者是说让你最挣扎的一次商业的决策 是哪一次 最挣扎的就是不知道的因素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的行业是什么 帮别人照顾他们的祖先 OK 那你说 这个是一辈子的功夫啊 那你说以后 包括你讲要请严丁拿来 种种 所以呢 第一天开始你就要考虑到 你要怎么样去可以它持续性的经营它 OK我们答应的就是要好好的把先人好好的照顾 甚至于那个整个墓园啊 一定营业维修的好好的 那家属随时都可以到嘛 那你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这个是永远的一个负担啊 那你说开发商一般的开发商 盖房子卖完以后 24个月就不关他们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一直要放在心里 就是要好好的怎么去保护这一片蝴蝶 是 那您父亲他当初的理念 就是说 企业的经营必须要建立在 慈悲心良心还有缘上 那这一些价值观跟观念 对你在目前企业经营上最大的影响 是什么 其实这个出发点 是特别重要 刚才你所说的那几点 因为往往呢 我们你看孝恩提倡的是什么 行销感恩 圆满人生 这是我们的口号 所以那时候他看到的就是 希望把这个叫什么 这种感恩的心 就体现出来 那你说那你自己要去讲这一套东西 那是不是首先要自己去做出来 OK 那所以呢可能很多人都跟我们讲 说哎呀你们都不是正在做生意 好像看起来是做一个公益的行业 其实这个没有 公益跟那个盈利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那冲突的 只不过钱是怎么赚而已 那你讲challenge 其实也没有了 关键就是整个加恩的那个一开始的时候 是这样做下来 所以对我们来讲 一点都不会太 觉得太意外 或者怎么样的 因为校恩集团主打的是良心企业 社会型的企业要回馈社会 对 那么会不会有碍于此 就因为你们想要走的是这一个路线 所以导致你在企业的经营上 经常就是面临大资本的这些诱惑 就是说有这一些财团想要来跟你合作 但是理念不一致的时候 你必须要坚持你们的这个堡垒而任性的回族 是在这方面我们特别任性 其实很多很多的人来找我们 投资营昂也好或者个人啊 种种都说只要要 包括很多人也有很大段的土地都来找我们 所以我们说第一 理念不一样 我们是很难做 他们通常要求会是什么 他们要求的就是速度 OK有多快 然后呢可以赚多少钱 种种的 那对我们来讲 这并不是我们 你们就连建设出来的那些建筑物 都是要融入很多很多的一些关系 到孝道 到这一方面的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就文化传承 所以变成我们要很深刻的去研究 什么叫文化传承 并不是嘴巴讲的就算了 所以呢 你看我们在 刚才你讲创新 比如在我们萧恩院 我们开始的时候 首先我们可以到很多世界各国去看 人家怎么做一个墓园 OK 不过关键是遇到我们中华文化 要怎么去传承的时候 那又要思考 OK 思考 所以你说有时候是从建筑物 有时候是活动种种的 来去把它呈现出来 那你说那个营幼是很会有 不过呢 一开始我们想到 这个东西是我们对先人的要负责任的 所以呢我们会显直性说 宁可不看那个东西 也不去想 也不去讲太多 因为良心事业 首先我们要针对的是 我们服务的家属为中心 而并不是股东或者是投资银行为中心 所以呢 这个我们英文讲 Priority Priority 完全全是OK 我们怎么样可以把我们这一件事情做的 就是给那家属应该得到的那种安慰 OK 往生者得到的尊援 那你说这个跟利润可能会有一点冲突的 是 因为我们是不考虑 做的时候我们是 并不是从 我能赚多少钱来考虑这件事情 是我们能做多好 是 但你们这一方面的坚持 你觉得真的是有打动到民众吗 就是说 当有需要到安排 这一方面的关怀服务的话 首选会是你们 就基于是你们主打的这一块 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你 因为这个东西并不是要自己讲的 是要外面的人觉得我们这个 所谓我们做的对不对了 是 不过目前从某一个角度来讲 比如我们呢 其实是很安静的 也没有打广告 也没有到处宣传 所以觉得你们的影响好佛系 这是刻意而为之的吗 就是你们 势必要成为这个行业 遍藏巨头公司里头的一股清流 可能是我们对这个行业的价值观 可能跟其他的业子可能不一样 可能他们是会比较往商业的角度 来去看待这个事情 因为对我们而言 我们是要把整个兵杖 完完全全把它重新定位 那并且说我们的触发点完完全全不一样 定位是什么 跟整个社会 其实它的功能是什么 怎么样跟社会来连接 那它该做的一些公益是什么 我在一次的这个新闻报导当中的 有看到说你们集团 有一直在思考着 如何进一步的迈向成为百年企业 那发现说 如果要永续的经营这份事业的话 那核心必须是要将它给公益化 就是取之社会也不足社会 那以人为本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你们会如何贯彻在这一些盈利的项目当中 那或者是说你认为 现在公司的发展主轴 应该要更加注重在哪一方面 首先你要永续经营 那你的存在是需要到的 就是社会会感觉有你的存在 是很重要的 OK 那变成它的功益 那个功能肯定是要存在 OK 因为对他们来讲 没有就比如好像今天的孝恩这样 那我们正在办了生命教育 那还有什么见证大体啊 讲见证大体就好了 你说这个呢 是跟医学院和 就是提供大体给他们去做学习啊 研究啊 种种的 医学科员 还有作为教学的这些作用 没错 那你说 要是我们不在的话 那谁来做这件事呢 所以变成了 当我们去规划的时候 我们就变成了 就想到 你要这个 你要永远的存在 该怎么做 OK 然后你对社会的心态 你看着社会 其实你是 这个社会提供给你是 是赚钱的一个 叫什么呢 道具 或者是一个 给你一个机会来去 留下一个脚印 因为创办人对他而言 他对他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 人难得来了这一趟 要留下一个脚印吧 这个脚印并不是 钱有多少放在银行 留在银行 而是 其实对社会的贡献是什么 对人文 对人类的发展 你贡献了一些什么 这是他们一直的出发点 那到我们为止 我们是坚持 是以这一方向来走 是 那再来呢 在好多人的眼里 其实 殡葬的行业 其实毛利率很高 有去到八成以上的 其实 这是不是 业内当中的一个黑幕 不公开的事实 有那么好赚吗 八成以上 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高吧 首先因为我们跟其他的开发商 跟其他业者 甚至与其他业者也不一样 因为我们主要就是 把所谓大量的资金 资源全部投入下去 然后也没有说 要多快那个时间来去回收 种种 那变成 其实是我们的概念 就好像房子一样 我先盖好房子我才买 所以变成那资金 所以你要去考虑到 OK 你资金的 比如你银行贷款的话 你是不是要考虑到它的 而且你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才能收回来 OK 这是我们的方式 那变成了你 那个价钱 而且呢 你是永远要去 照顾这一段地的 并不是 卖了就算了 那种 所以变成它价格 往往可能会 给人家看到 哇 怎么会那么贵 然后除此以外 那地点也是很重要 是 OK 比如你到玻璃市 弄一个那么远的地方 那你说你 可能收费就不一样了 OK 那收费也完完全全看 首先那个品牌 定位在哪里 然后除此以外 它的地点 然后它的那个 对视会的贡献吧 种种啊 那些东西都要有 有带着考量的 是 那近期你们才刚推出了 生态环保障 主打的是绿色环保 还有土地资源的使用呢 确保是可持续性下去的 那同时你们也和 森美兰政府 一起联合 为B40群体呢 推出了支撑 手续费低之300令吉的 这样子的一个配套 其实可不可以了解一下 你们真正的这个定位 是什么 你们是想要打造 全新的这种殡葬的新风尚吗 还是说纯粹的 只是想要回馈社会 是这样的 我刚才我没开始讲 也不叫创新了 其实这个环保障 是我们一直以来 我们在规划里面 已经有的 不过可能也没有想到 那么快把它呈现出来 其实我们打算在这 接下来就两三年以内 才把这个推出来 结果呢 深州政府来找到我们说 你们有没有这种概念 我们讲有 他讲 你倒不如马上开始吧 那就我们就响应他们的 也不叫要求 只不过他们有这种想法 我们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你们又有这样子的能力跟资源 因为本来都有想做的 只不过现在是有一种推力在那 让我们做的能力 那这你讲这是不回馈 其实那三百块的概念 是由政府那边提倡 OK 这个只存三百块 当然这个 你其他墓园 他们要订多少 由他们的自己来订 不过呢 就比如说你去伊萨纳中 其他地方可能最低 以三百块的一个费用 那费用确实是要的 因为你有一些 叫什么服务在内 这是服务费 那好 我们是怎么样呢 因为主要就是他来的时候 他也讲到 希望我们也可以 对深州有一点贡献 我讲可以 没问题 那我们以一个 同样的三百块收费 专门给你觉得那些 就比较 B40啊 那些比较没有 付不起的 那我们讲 这个是我们很容易做的 是 因为我会想说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会想到说 我喜欢这种 环保障的一个概念 但是你收费又这么的便宜 感觉好像是在做慈善一样 但也希望说 自己有一个风光大帐 这样子的意思 你们要如何去界定说 你们要去主攻的 这一个受众 是哪一款 OK 是这样的 其实你直接来到肖恩 就是变成是肖恩客户的话 我们收费是两千把 当然也没有 刚才你讲风光大帐的 那种收费 其实两千把是一个比较 算是合理的 因为你要考虑到 要是其他的牧原 私人牧原 他是拿拨出来一段地 来去做 那地也是有费用 然后维持啊 种种的 那你想 有没有冲突 其实呢 什么叫环保 环保呢 从几个方面 其中一个就是经济 来 另外一个是二氧化碳的 释放 释放 尽量把它 最低化 低化 然后除此以外 那土地可以一直在 重复的用 是是 所以呢 这完完全是环保的精神了 因为现在这一个 所谓的生命关怀的产业 已经变得越来越商业化了 那有许多公司 那些巨头公司 他们都会以投资为名 在向大众 售卖各种各样的一个配套 那包括他们也会主打一些明星销售员 那这个他们的那一派的作风 完全跟孝恩集团是很不一样的 那都想问你一下 就是你们孝恩集团 该如何就是以这个行业的 其中一位代表来去应对 跟去综合目前有的这样子一个现象 因为我们出发点是这样 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稳重吧 因为你是觉得这个行业 不应该搞到这么的轻浮 没错 就你把它变成好像一个传销公司的话 那你说这个 有一点不太尊重 因为对我们来讲 这个题目 你不可以说见到人就说 你买了福地没有 或者买了深入寺案办了没有 因为这个你要很小心处理 因为这个你要考虑到人家的感受 听到或者他往往刚刚遇到某一些事情 你这样来讲 所以我们从第一天开始 我们觉得这种做法是 并不是我们所要做的 而且觉得我们改革 改革是改得更好 而并不是变成更商业化 所以你看到今天为止 我们也不太打广告 也没有组织起来 那几千人在那里销售 或者有了没的那种 是 那把零费当作是 投资商品一样 在买入 然后来长线的去投资的话 真的是有效益在里头的吗 因为你本身是金融背景的 所以特别想听看你的 应该这样说 投资也不叫投资 只不过就是可能你今天买 跟以后买 价格可能不一样 就是叫我们叫 opportunity cost 但是说如果转卖 可以升值这一块 对 这个也是很多人讲 可以投啊 我可以买 十个八个放在那 然后关键是 你卖给谁呢 改革 因为你毕竟不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嘛 你还是需要依靠某些人来帮你卖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这个不太现实吧 OK 那目前为止你本身还是坚持 孝恩集团不上市吗 因为随着全球性 包括好像我们马来西亚 现在我们国人也更加注重 生命艺术 还有人文精神了 那我相信说 你们公司旗下的这一些项目等等 都能够受到大家的一个认可的 你在这方面 就是坚持不上市的态度 也是会不会有一些变化的 到目前为止 反正呢 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上市 到目前 将来也没有这样的想法 OK 因为上市 首先你 你的目标又改变了 OK 你现在对我们来讲 我们这个行业 我们要看的主要就是针对的是 对那个家属 还有亡生者 OK 对我们来讲 他们是最重要 我们的中心 而并不是 投资银行股 或者股东啊 那些 那你所以变成 它是有一种冲突的 我是觉得 所以你看 今天我们有做 那么多的公益啊 那些 那你说 对上市公司来讲 这个都烧钱了 所以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目前还不 根本不会考虑上市 是 接下来的五年十年的 这个光景里头 你们有哪一些 新设下的目标 是你们会持续 向它迈进的吗 还是说你们有哪一些新的 产品新的项目 即将要推出 在殡葬业里面呢 几乎我们该做的 已经都涵盖了 所谓大部分的了 接下去可能就是 以那个申请企业 来推广这个申请企业 就好好的规划自己的 下一辈子 大概是从那个方向 只不过这个该怎么做 OK 那个呢 我们还正在检讨 因为这个要考虑到就是 因为是长期 因为有一些 你讲20岁的 开始跟你 跟你签下来一个 申请企业 他还有六七十年 可能我们也不在了 所以关键是 我们要怎么样去 肯定我们以后 一定能 把这个服务 好好的做好 所以这方面是 需要很大的一个学问了 除此以外 从经济那方面要考虑到 今天他给你的钱 跟60年以后 是否能 足够来去做 他的那个服务啊 那些 所以这个呢 是对我们来讲 是最大的一个 介绍来要做的事情 是 今天上来做客 我们财经拷问的 就有效恩集团董事经理 拿督 朱兆祥 举身 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分享 谢谢 财经拷问是 BFM财经制作的节目 你可以在财经的官网 财经.my 以及BFM的网站 及各大podcast平台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这个节目财经拷问 在每逢星期三更新 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 都可以随时 PM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我是尔甲林玉佳 我们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